再來呢我們要Key這一段 隨便你怎麼Key 總而言之這就是1到24格 讓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路徑 所以應該是 這個這邊好像範圍不太對了 範圍應該是1到24格 這邊是24格 現在在第一個好了 先設一個Key Shift加W好了 Shift加W是設Key再Translate Shift加1是設在Rotate Shift加2是設在Scale 所以我們就是Translate SYZ在第一個設一個Key 第24格Shift加W再設一個Key 因為那個是重複的嘛 就是一個循環 所以我們這邊再想一下 第12格是不是剛好在最右邊嘛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吧 OK 所以第12格應該是在最右邊 所以你可以把它移到右邊去 Shift加W OK 然後再想一下 然後再想一下 剛剛是8字形對不對 好 那8字形就 中間是不是應該還有一個平的吧 對不對 對 沒錯 所以我們這邊應該還要再給它一個平的Key Shift加W 中間再一個Shift加W 對 然後我們這個路徑呢 看一下 對 沒錯 所以我們中間還要再設一個像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Key 所以這邊 拉上去一點 Shift加W一個Key 這邊應該是往下的 Shift加W一個Key OK 好 那再來我們要看一下它的那個Curve 就它的運動路徑 這要怎麼做啊 有學過嗎 糟糕我也沒學過 隨便亂講的 等一下 我們看一下 Animation 我們先把它做Visualize 對 這裡有一個Create Editable Motion Trail 我忘了寫講義 所以你這個自己寫吧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Tangent 非常的可怕 我們好像應該要稍微調一下 它的那個路徑 我看 完全是直的 我剛剛是不是做了什麼 我這邊好像要調一下它的那個Graph Graph Addit開一下 然後選到這個球體 再Translate SYZ Ctrl A 對 A 打開來 哇 這Tangent太可怕了 對不對 這Tangent太可怕了 所以我們現在Tangent要調一下囉 這邊就這樣子調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幹嘛設這個Flate 我剛剛應該根本就要設 Spline啊 Plato啊什麼都好 設這個真的是自導麻煩 設錯了設錯了 好 這邊我看一下 這個 應該是 要這樣幾乎 而且這個Curve沒有設Infinity 對不對 這邊Curve是不是可以給它一個Infinity 如果要把剛剛那個練習一下 對嗎 Infinity 好 然後這邊 Translate X 這個真的是一個悲慘的Curve 啊啊啊啊啊 動到了 好 這邊再把這個Curve做PostInfinity 這裡Curve prostInfinity Cycle 好 這邊呢 Кол看這個有點 不要再調吧 有點 把這邊 把這邊OK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都差不多了 OK OK 也可以 甚至我要想把中間的那幾個關鍵 解決刪掉 它這個保證是平順的 這是可以刪掉 中間那幾個Key可以刪 OK好 所以這邊我們再看一下 射得很奇怪 不過沒關係 我懶得管 不過你可以這樣做 你看它這個curve可以調 它可以直接視覺化的調整 所以就變得比以前方便許多 就是以前在調這種東西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在畫面裡面直接去調路徑 除非是你自己去畫一個路徑 然後再把那個物件去黏到那個路徑上 才能夠這樣調 那現在就變得很方便了 你可以直接這樣在畫面上調整 OK嗎 好 好 再來我看我又扯了什麼東西 這個算了 隨便 就差不多就這些 好 大家試一下吧